反送中贸易战非卡条款冲击 加上境外资金回台赚法激励 台商回流资金持续攀升 根据经济部统计 截至今年9月 142家厂商累计突破6000亿关卡 有机会创造超过5万个就业机会 新法虽然规定5%的资金可以自由运用 单限制不能买不动产 因此短期台商仍会以投资工业地和厂房为主 但专家仍看好5年后解禁 渴望活络房地产 事实上台商近年也开始积极的做个人资产配置 其中不少以桥外资或第三国投资公司名义 在台购买豪宅 其中以明湾及倡议投资 买下和平大院最有名 令新一富邦文华院松涛院等知名豪宅 也有不少桥外资质产 这些桥外资购乌除了个人资产规划外 长期也可达到节税目的 让凡人问津的豪宅史灰复燃 成为市场新焦点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